接下來我想作出一些澄清 在過去一段時間裏面 不斷地有一些針對警方的不實指控出現 有些是匿名的 而有些呢 亦都是在網上匿名地 和是瘋傳了的謠言 而個別的指控呢 其實我們在這個記者會裏面 之前亦都已經作出澄清 但是很可惜 亦都有很多這一類的謠言呢 仍然在流傳當中 包括在8月23號 有人聲稱被拘捕之後 首身期間呢 是受到羞辱的 這是匿名的舉報 另外在8月27號 有人聲稱在新屋嶺的拘留中心裏面 被強姦 這個是網上的謠言 另外在8月31號 有人在網上流傳聲稱 警察在示威活動裏面 扔汽油彈 而在9月1號 亦都在網上流傳聲稱 在太子站裏面的行動裏面 有示威者是被打死 而另外我們最近亦都收到 亦都見到有匿名的投訴 聲稱在9月初 聲稱在9月初 有一名女子在被捕之後呢 就說給一些認證人員 非禮 剛才的所有的指控 其實我們是 全部都已經是澄清過 是全部否定的 我們警方非常重視 這一類如此嚴重的指控 其實每次我們都盡量作出一些即時的澄清 希望可以釋除一些公眾的疑慮 而我們做完澄清之後 亦都不止一次地去呼籲那些聲稱是受害人 或者是他們家屬的人 走出來將資料交給我們 讓我們可以作出深入的調查 還雙方一個公道 特別是一些所謂強姦 殺人 甚至乎扔汽油彈的指控 這些是非常嚴重的指控 而越嚴重的指控 亦都是更加需要拿出證據來去證實 並不是躲藏在口罩 或者面具後面說了便是 而單憑一句說話 唯恐不亂這樣去試圖 去為警隊扣帽子 這個是非常之不公平的 是對雙方都不公平 而社會對於這些匿名投訴 其實是需要非常謹慎地看待和求證 不能夠輕易相信 如果社會願意接受這些完全躲藏在口罩 或者面具後面的匿名投訴 最後受害的相信是全社會 而警隊已經有175年的歷史 我們一向都是以公平公正的態度去執法 不屈不撓地去面對任何挑戰 而過去一年我們的罪案數字 亦都是錄得1974年以來的新低 香港一向以來都是世界裏面其中一個最安全的城市 而在較早前的不同的調查結果裏面 都顯示其實我們的服務水平是相當之好 成績亦都是有目共睹 而在國際評級方面 包括在司法體系 或者是我們的執法水平 其實都是評級相當之高 而我們一向都是由一些嚴謹的警隊條例和程序 是規管著我們的處事和執法 而我們的標準也都沒有在過去兩三個月裏面 有翻天覆地的改變 我在這裏再重申 我們絕對不會姑息任何違法行為 如果任何人士是有證據的 請向我們提供資料 我們一定會嚴肅跟進 而法庭從來都不接受匿名的證供 付出 Safety 繼續 感谢观看